在狙击手手中 他们具有精准威力 在关键时刻 他们能够一枪制敌 游异性能与个人魅力的完美结合 形成荧幕上令人震撼的视觉冲击 军事科技新春特别制作 荧幕上的枪风暴 带您进来战争大片 品味经典名枪声 品味经典名枪声 欢迎您收看本期军事科技 说到狙击手 那可是现代军队编制中 最富个人魅力的单兵了 他们往往独来独往 神出鬼没 但无虚发 一枪命中 可能也就是这个原因 以狙击手为表现题材的枪战电影 自然就受到了不少观众的特别偏爱 然而观众在沉浸于影片的 惊险情节和人物命运之时 是否了解他手中的那支狙击枪呢 下面我们就先从影片 《生死狙击》开始说起 《生死狙击》是一部近年来 一直被枪械爱好者热议的惊险枪战大片 它讲述了一个老套的 别中别式的曲折故事 只不过主角换成了狙击手 影片刚一开始 主人公就准确地击杀了 奔驰卡车上的重击枪手和司机 接下来更是枪枪见血的连续狙杀敌人 而快速的剪辑手法 不但完美地体现了主人公精湛的狙杀本领 同时也使主人公手中的M40狙击步枪 大放异彩出尽了风头 M40实际上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一个标准的狙击枪 那么这把枪实际上是在 原来美国警用雷明顿700型 这个狙击枪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那么M40装备了美国海军陆战队以后 就成为了狙击手的一个首选枪 成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个象征 在电影中 M40充分展现了他中短程距离内的王者地位 配合均用特制瞄准器 他在男主角手里变成了死神的利剑 十字准星所到之处 各个爆头 从整体上来看 M40外表上没有更多的华丽装饰 但是如果从正面 也就是从枪口这个方向仔细地观察 我们会发现它的枪管力非常厚 也就是采用了它重型的枪管 那么重型枪管最大的好处我们都知道 也就是枪弹在发射过程当中会产生高温高压 那么一旦我们的枪管比较薄 就容易受到高温高压的影响 进而影响到射击的精度 而M40它的枪管是特殊的制造 那么优于普通的步枪和狙击步枪 所以它对枪弹产生的高温高压 这种影响应该是不大 至于M40狙击步枪的可靠性 更是可圈可点 M40在列装驻越美军之后 它的黑胡桃木枪托 在炎热潮湿的雨林中 极易发生膨胀变形 从而影响射击的精度 后来美国军方用玻璃纤维枪托 代替了容易受潮的木质枪托 这才让M40像凤凰一样浴火重生 比如说海湾战争 阿富汗战争 伊拉克战争 也都能够见到它的身影 这也说明它非常可靠 即使在沙漠这种风沙比较大 也就是空气当中沙尘比较多的情况下 使用起来也没有什么大的故障 这也是美军为什么喜爱它的一个主要原因 说到M40就一定会联想到 1993年好莱坞上映的一部狙击题材的电影 双狙人 其中一位男主角拿的正是这把枪 虽然电影的故事情节乏善可陈 但影片中在对美军狙击手的战术 进行了详细描写的同时 也对M40狙击步枪的优异性能 进行了全面的展现 然而就在M40丛林偷袭得手后 一个披着伪装网的黑影 慢慢地向M40隐蔽的树丛摸了过来 当他们再一次在丛林中遭遇时 一场凝聚着心仇旧恨的殊死追杀 在密林中展开了 而透过月光 我们看到黑影的手里 拿着一支线条细长的红色狙击步枪 在电影《双狙人》中出现的 这支外形细长流畅的狙击步枪 还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号 红色枪王 这就是前苏联制造的 德拉贡诺夫狙击步枪 英文简称SVD 作为世界上第一款专用的狙击步枪 SVD不仅在许多战争大片中经常亮相 在实际作战中也是屡屡发威 为了与SVD相抗衡 美国后来也推出了一款M40狙击枪 那么这两款狙击枪究竟孰优孰劣 技高一筹呢 在电影《双狙人》中就特意安排了一场M40 与SVD狙击的精彩对决 在电影《双狙人》中 SVD的身影一直穿插在剧情的发展过程当中 虽然在夜战中 M40狙击手用绳子牵动匕首发出滑水的声响 引诱高度紧张中的SVD狙击手暴露目标 最后被主人公狙杀 但这依然难挡SVD狙击步枪的美丽倩影 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 以前的狙击枪呢 很多的枪都是在步枪的基础上选用比较好的 也就是射击进步比较高的步枪呢 改装而言 而德拉公诺夫呢 我们称之为SVD 这款枪呢 实际上是专门为了狙击手所设计的专用的狙击步枪 与其他狙击枪相比 SVD有许多独特的设计 首先它的枪托大部分都是镂空的 重量几乎比M40A1轻一半 显得轻盈合手 如果一个狙击手 它整个斜行的重量是一定的话 那么扣出这个重量呢 它就可以斜行很多的子弹 或者是其他的装备 而除了这些 SVD甚至还能上刺刀 影片中有一个双方狙击手肉薄的情节 有的军事迷看到这里就开玩笑说 枪长1.2米的SVD 应该装上刺刀 再配上西班牙斗牛式进行曲 就可以把烧火棍一样的M40耍得团团转 由于当时苏联在GG手的使用上是编到了连 甚至是牌 那么GG手呢 他在使用这把SVD狙击枪的时候 首先他的口径是7.62 也就是说他的弹药可以和步枪弹的通用 那么当然呢 如果面对面双方真正发生了近战或者肉搏 那么如果有刺刀的枪 当然比没有刺刀的枪要好一些 特别是双方弹尽粮绝的情况下 所以这款枪的设计呢 与我们看到的其他的狙击枪相比 他带了一把刺刀 是非常独特的 也许就是因为SVD本事太大 使得美军狙击手对SVD爱恨交织 甚至不服气地认为 SVD根本就不能算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狙击步枪了 但是他们又不得不承认 SVD实在是好 而且是出奇的好 也许正是基于这些 导致美国导演也对SVD偏爱有加 在美国人的影片中 我们会常常看到 美军狙击步枪与SVD对决的场景 不过最后都是美军狙击枪获胜 电影《拆弹部队》 就不变地遵循了这一铁的规律 无论在实战对抗中是什么结局 让苏联的SVD在美国电影中大出风头 那肯定是美国电影导演极不情愿的 于是他们就描上了美国另一款著名的 反器材狙击枪巴雷特 电影《拆弹部队》就出现了 巴雷特与SVD对决的火爆场面 从外形上看 巴雷特比SVD更加的霸气 粗犷的枪身 硕大的枪口 采用无脱结构设计 而且选用了12.7毫米的大口径 那么导演为什么会如此青睐巴雷特呢 这场巴雷特与SVD的对决 是在视野开阔 无遮蔽物的空旷荒漠中进行的 射击距离为850米 伊拉克游击队的SVD齐准 三枪三重 美军M2重击枪手 巴雷特狙击手双双毕命 而850米的距离 实际上巴雷特对SVD有绝对的精度优势 SVD对付800米以外的人行目标 已经很勉强 这正是巴雷特发挥远射优势的绝佳地形 巴雷特12.7毫米的狙击步枪 属于大口径或者叫重口径的狙击步枪 那么这款枪呢 它与SVD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M40也好相比呢 它的口径比较大 这就说明它的威力也比较大 射击的距离呢 相对比较远 所以对人员的威胁是非常吓人的 那么伊拉克战争以后呢 美军的一个报告当中曾经提到了 说有一名手持巴雷特12.7毫米狙击枪的一个特残队员 那么他在观察的时候呢 发现了在一个水塔上 有一名伊拉克的武装人员手持呢 火箭筒 结果呢 一枪将对方打为两段 由此可见呢 如果使用这样大口径的狙击步枪 对人员进行射杀 是相当残酷的 在拆弹部队中 并没有看到巴雷特对人员的杀伤效果究竟如何 也许是作为女性导演 有意识地回避了这样的血腥镜头 但我们可以想象 巴雷特被认为是反器材武器代名词 大口径长枪深 它的破坏威力远远不只是人员的杀伤 这么简单 现代作战 真正在地面激动的徒步的步兵越来越少 那么大部分我们能够看到呢 是乘坐步兵战斗车 或者是装甲输送车这种人员 因此呢 要想击毙这样的人员 必须呢 首先要能够突破外部装甲的防护 所以呢 用12.7的毫米这个巴雷特呢 也能够击毙这种轻型装甲内部的人员 也可能因为如此 巴雷特频频出现在许多好莱坞电影中 比如海豹突击队 机械战警 迈阿密风云 超级战舰 第一滴血四等等 就连动漫和电子游戏都充满了他的身影 在这些影片中 巴雷特甚至打下了高速飞行的飞机 事实上 巴雷特在实战运用中 还很难做到这一点 只有超乎常人的射手 才有可能创造出这样惊人的战绩 特定的作战当中 对一些高价值的目标呢 也可以使用巴雷特进行攻击 比如说呢 像我们防空导弹 像地地导弹 巡航导弹 包括呢 停在机场的飞机 包括一些警戒雷达 预警雷达 火控雷达等等 也都可以使用巴雷特进行攻击 同样是在影片生死狙击中 针对武装直升机这一攻击目标 最终结束战斗的就是巴雷特 在生死狙击这个影片当中呢 实际上他一开始使用了M40 或者是M16 开始攻击武装直升机 他的打击距离尽管比较远 可以够到武装直升机 但武装直升机呢 由于有一定的防护 因此呢 使用M40或者是M16呢 是无法突破武装直升机的防护 也就是说 充气量只是个干扰 在还击无力的情况下 斯瓦格从枪衣下 拿出了巴雷特重型狙击枪 瞄准了B-O105的变距器 经过几轮反复的射击后 终于击中目标 故事才告一段落 这主要由于呢 射击距离比较远 使得呢 弹丸在飞行当中呢 通常呢 会受到空气阻力的影响 飞行的距离越远 那么受到的阻力的影响呢 会越大 那么通常来讲 我们讲呢 就是命中精度会很低 因此呢 在最初的射击当中呢 并没有直接命中 武装直升机的要害活 那么随着直升机的接近 以及呢 射手的不断调整 最终呢 它终于击中了直升机的要害波 因而呢 成功的将武装直升机呢 在狙击手手中 他们具有精准威力 在关键时刻 他们能够一枪制敌 游异性能 与个人魅力的完美结合 形成荧幕上 令人震撼的视觉冲击 军事科技 新春特别制作 荧幕上的枪风暴 带您进来战争大片 品味经典 凌枪盛宴 在美国大片中 巴雷特似乎是无所不能的 地上的装甲车 天上的飞机 都能被他命中摧毁 然而了解枪械的军迷朋友都明白 这只不过是电影导演 人为制造的艺术噱头罢了 真实的巴雷特 还没有如此火爆的威力 不过在美军中 确实有一种新型的狙击枪 它不仅射程远 精度高 而且摧毁力强 问世不久 就被导演们搬到荧幕上 成为争相炫酷的绝好道具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句典故 想必很多人都耳熟能详 狙击枪也是如此 因此各国军械厂商都试图均衡 精度 射程 火力 这三个要素 知名的狙击步枪不少 但是面对未来战争的多样化复杂化 目前的这些狙击步枪都远远达不到未来战争的要求 究竟谁才是未来战争中狙击步枪的佼佼者呢 有可能就是美军M200狙击步枪 M200狙击步枪 最大的特点呢 口径与上述两种枪呢 都不相同 它采用的是10毫米 准确的说呢 是10.36毫米 那么采用这个口径呢 应该说它较好的继承了巴雷特的威力 同时呢 设计距离也比较远 具备了一定的反装甲能力 所以呢 这款枪呢 在美军当中 也得到了普遍的运用 在灵魂战车2中 M200加装了销声器 被纳迪亚所使用 而最出彩的 还要属在生死狙击中 作为主人公斯瓦格的镇宅之宝 M200最后被斯瓦格用作 击杀在1600米以外 人群中的特定目标 既不能伤及无辜 又要保证目标必死的 这么一种特殊情景的需要 M200设计当中 它的理念呢 是比较超前的 也就是弹丸 在射出枪口的一瞬间 它的粗速比较高 在整个的运行当中 如果能够保持 超音速的距离比较远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对目标的命中精度 就会比较大 同时呢 由于采取了10.36毫米 这种口径 它的破坏威力呢 也不减 所以呢 实际上M200的子弹 它经过了 外弹道的特殊优化 才有了这样 远距离的精度的 命中的结果 所以呢 我们在影片当中呢 会看到 主人公呢 使用M200呢 去狙杀 距离它大约有1660米 这样远的目标呢 也是一个精心的安排 无论是M200 还是巴雷特 亦或是M40和SVD 都是现实和影视剧中 最常见的狙击枪 但归结到最后 无论哪种方式的狙击 隐蔽和伪装 才是狙击任务 完成的重要前提 只有在不同的作战环境 选用不同的伪装颜色 才能使隐蔽狙击 不至于成为公开杀戮 也才能在战场上 抢占先机 一击致命 事实上 枪战大片中的狙击枪 只是为了配合电影情节发展 而运用的一种辅助性的道具 与实际作战 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电影中的这些枪械 无论具有怎样优异的性能 在实际作战中 都不可能是单打独斗 百战百胜 只有实现人与武器的 有机结合 才能最大限度 发挥武器的威力 在下期节目中 我们要继续为您播出 荧幕上的枪风暴 带您认识在战场上 横扫千军 在电影中出演 战场雷霆的机枪 千万不要错过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 也欢迎关注我们的 微博微信公众平台 观众朋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他有强大的火力 他有惊人的射速 他以雷霆万军之势 改变了战争样式 同样成为大银幕上 硬汉手中的力气 军事科技 新春特别制作 银幕上的枪风暴 带您进来战争大片 品味经典 银枪盛宴 敬请期待